对17届世界象棋锦标赛第5轮 香港骑王冯家骏对战王天一 冯家净直红 先人指路开局 王天一足底炮 红架中炮 黑飞右向 红方飞边向 防止对手冲三足反击 黑跳阵马 红点阵马 黑出狙 红挺兵制马 两头蛇 黑平炮两狙 红拐交马 黑拱边族 针对红边向 准备大开狙 红出狙 黑暗计划充足 红方一吃 黑狙吃上来 红平炮试奖 两狙抓马 黑跳边马 行程前击后马 红进狙捉炮 王天一捕试 就当没看到 红方如果吃炮 黑回马打狙 红狙就不好跑了 实战红方出狙腰队 蜗狙自然是对了 然后平炮试角身跟 还要打马 红马穿供而过 黑炮打边钉 老举实惠 红上马踩炮 黑退炮行河 红马三进四 黑平炮顶住 红不是故防 黑退居行河 红把边向落回来 双方陷入僵持局面 黑拱边足 红方主动破局 进炮足灵 要射掉七足 黑方简单地用炮换马 然后平居顶马 红方此时的阵招是退马 黑居不敢吃事 如果吃事 红可以退炮打居 然后就白吃黑边马 实战红方直接居之边马 交换之后 炮五平八 准备沉底 黑平居捉炮 红方此时的阵招是七炮 居九平七 黑风不敢吃炮 如果吃炮 红炮沉底一将 只能落相 再吃相叫杀 无论黑方称是还是出将 红方都是较将抽居 所以黑方不能吃炮 可以砍底是一将 再提前出将 红镜炮打两将 黑方这里如果撑势 红炮打底势 就是叫杀抽居了 所以这里只能下降 红补个相 此时黑居还是不能吃炮 如果吃炮 红炮八平六 就是死亡十字架 打死居了 实战红风这里没有平居 走的是平炮打足 黑平居吃兵 要捉炮桌相 红风此时备水一战 炮射底相 要打居 黑相不能吃炮 跳外码桌炮 红炮沉底一将 然后再炮射底试 黑吃相一将 再退居冰线 红平居桌相 黑沙兵一将 红光补相 接下来这步就是关键的胜扶手了 黑马八进六要吃相 同样是吃相 马八进七行不行呢 我们来看一下 红退炮一将 嘿要么飞相 要么落势 我们先看飞相的 红平边炮叫杀 黑方吃相先将一下 然后只能出老将解杀了 横进居一将 黑将上不来 只能电视 刷死一将 再退炮一将 最后砍炮绝杀 标准的家居炮 回到这里 黑除了飞向还可以落势 红居砍炮 黑吃相一将 再平居桌炮 横炮一朵 黑进去把红帅请到三楼 回马再将 现在横方多子 黑多足 双方军士 回到这里 实战王天一走的是马八进六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区别 红退炮一将 此时黑风不能落势 否则黑炮给吃了 只能飞边向 红方如果在平边炮叫杀 黑方就有巧妙的进马一将 红只有下帅和初帅两个选择 我们先看下帅的 黑举砍向 落势 进马挂脚 只能出老帅 菜马后炮 红方只能狙砍炮 黑方撑士之后 刚好解了重炮杀 我们再看红方出帅的 黑瓶炮将 红方落势 黑狙5瓶6 再砍士就杀起了 这里只能狙砍炮 黑撑士一吃 刚好解了重炮杀 最后红方也没什么时间了 就头子转负了 好了 这次期就分享到这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